你刚才说的那个孩子 是厉重谋 所以厉重谋比我大一点 那个时候 我爸妈刚结婚不久 立志宁每天因婚不散 我姥姥跟我说 立主谋出生以后 那个立志宁更是变本加厉 像个疯子一样 不光对我爸死缠烂打 可是对我妈出言不逊 我妈她心情温和 根本就不愿意与她纠缠 更不愿我爸颜面扫地 所以她每天只能 只能一泪洗面 我相信老天爷是公正的 我妈是被立志宁害死的 立总 茶来了 立总 要不要给您弄点吃的呀 应该是巫童来了 你让她进来 好 巫小姐 快请进 立正宁在吗 在哪 巫小姐 这边请 巫小姐 请 谢谢啊 你 还好吗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回来 但我不想多说 要问你去问乡君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是兄弟 我很吃惊 也很诧异 那既然你们是亲人 为什么一定要弄得 跟敌人一样仇视呢 我跟姓向的是什么关系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记住你是我孩子的母亲 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那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向俊嘴里说的那种人 我是哪种人 好人 坏人 什么是你衡量的标准呢 或许向俊 就是你衡量的标准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又何必来问我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 好好聊聊呢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请你不要查守 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是向俊的女朋友对吗 对啊 就算她是我男朋友又怎样 想不到你这个女人 跟我们这两个留着同样血的男人 还真有缘啊 是 她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孩子 是厉重谋 所以厉重谋比我大一点 那个时候 我爸妈刚结婚不久 李芝年每天因婚不散 我姥姥跟我说 李芝年更是变本加厉 像个疯子一样 不光对我爸死缠烂打 可是对我妈出言不逊 我妈她心情温和 根本就不愿意与她纠缠 更不愿我爸颜面扫地 所以她每天只能 只能一泪洗面 我相信老天爷是公正的 我妈是被李芝年害死的 绿总 茶来了 绿总 要不要给您弄点吃的呀 应该是巫童来了 你让她进来 好 吴小姐 快请进 立州谋在吗 在呢 吴小姐 这边请 吴小姐 请 谢谢啊 你 还好吗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回来 但我不想多说 要问你去问相军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是兄弟 我很吃惊 也很诧异 那既然你们是亲人 为什么一定要弄得 跟敌人一样仇视呢 我跟姓像的是什么关系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清楚 自己的身份 记住你是我孩子的母亲 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那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相军 嘴里说的那种人 我是哪种人 好人 坏人 什么是你衡量的标准呢 或许相军 就是你衡量的标准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又何必来问我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 心平气和地 好好聊聊呢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请你不要查手 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是相军的 女朋友对吗 对啊 就算她是我男朋友 又怎样 想不到你这个女人 跟我们这两个 留着同样血的男人 还真有缘啊 女朋友 这四个 我 estiver ame 说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